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 他跨越千里 近二十年来不断向农户推广自己的新技术 我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土壤 我是一个人工的土壤 为了让人们了解新技术 农业科技工作者冯西红向盐检地发起挑战 计划是检查冯的地是五十亩 那颗就是盐检地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盐检地上的新菜农 九合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就是我来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我的技术 我的品种让你们有效益 这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人名叫冯西红 是一名农业科技人员 他正在向农户们推广的使这种人工机制枕 他可以代替土壤进行栽培 相当于一种人工土壤 但农户们似乎并不买账 你是十几个棚 其中有四个棚日光美式 咱合作四个 我想四中四手 你们今年要是能和我咱合作 搞机制栽培 你搞成潮式的 不是现在人都不愿意投资 对对对 是啊 那么一点点东西嘛 就是不 长一差也许都长不了口才 还比方说长几差 长三四差 好多人都就觉得 总是肯定上当的 这样的场面 冯西红并不是第一次遇到 我原来是农村开发报记者 我经常采访专家 这个知道好多成果 都锁在抽屉里 到农民当中呢 采访呢又发现了 他们的品种单一 技术落后 就他们看望成果 没有人给他来推广成果 也就是说过去 在专家在科研 和这个农民应用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 有一条鸿沟 我就想给他建立一个桥梁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由于蒸发量大 在一些地势低发地区 地下水蒸发过后 土壤中盐分会大量累积 从而造成土地的岩碱化 这一次 老冯希望在这片岩碱地上搭起桥梁 宁夏的这个日光温室啊 总面积达到20万物 宁夏全年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非常适合发展日光温室 这样的日光温室 可以用来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 瓜果蔬菜 提升农户的收入 日光温室 种植蔬菜啊 尽管有很多优势 但是它也有先天不足 因为它是有个塑料部 把这个雨啊 阳光啊 都隔离了很多 让它那个土壤 不能自然地分解一些毒素 所以它就连锁障碍非常严重 就导致了大幅度减产 当地发展日光温室比较早 现在有相当一部分 农户家的日光温室 使用时间都超过了十年 连续地耕种 又会让原本的凉田 逐渐严谨化 造成农作物减产 农户收入减少 老冯希望用科学的手段 减缓土地严谨化的趋势 让农户的收成 不再受到土地的局限 对 这个好 就是这个是进口草碳 撇质是达到 三点多 六点多 六点多不行 能达到六以下不 这样我们通过这个 我们的机制呢 来降低它的这个 这个撇质值 就是进口草碳多用点 这样就让它 行吧 想把树记下来 接下来下一步看看 怎么再去调配 就是我们开始和全国的 一些专家都共同地开始立项 在非耕地上 种植园艺作物 也就是说包括在沙漠上 在隔壁上 在盐碱地上 种植花卉蔬菜果树 这样一个大科技 全国是18个单位 科研单位 大家都成功了 大家都获得了成果 为什么没有推开呢 就是因为每个省的省份 条件不一样 事实上 老冯并不是宁夏本地人 他来自农业大省山东 对日光温室方面的技术 非常了解 二十多年前 老冯就在老家 凭借着自己研发的农业技术 在业内闯出了一些名气 也因此 在2003年 他受到邀请 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 开展新农业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工作 但在这里 完全不一样的农业发展情况 完全陌生的风土人情 让老冯的工作 推进得极为艰难 我们这个技术 他们也没听到过 也没看到过 我们去了以后 即使我们送给人家 人家也不愿意用 所以就 就是让我们就是很失落 过去的成功经验 并不能直接在这里 生搬硬套 一切都得重新开始 老冯意识到 虽然自己的成果 获得很多专利和荣誉 但是要想在这里 得到人们的认可 还是得让当地的农户们 对新技术 有更直观的认识 这一天 在他的技术示范基地 老冯接待了一批前来参观的农户 大家 你转过来心的 看后边这些红果 你们摘下来 有的可以摘下来尝一尝 口感更好 西红柿真好 是吧 真好真好 对吧 有沙涨没有 有有有 你尝一尝 你感觉咋样 挺好吃的 再吃一口 怎么个好吃吧 全鲜家 我们之前种的那个土壤栽培 那技术我们都知道一点 但是这个极致枕 我们还没种过 我这应该也是 就是一个土壤 我是一个人工的土壤 里边有结杆 有牛粪 经过微生物发酵呢 它是有各种全面的 叫全营养 还有全营养素的 透气性好的 这个人工土壤 为什么要用咱们这个 人工土壤的这个栽培枕呢 是因为你土壤里边 长年种植以后啊 就是它在连续种植 它就产生障碍 叫连作障碍 它就影响下一场 这个产量和品质 它就起到了新的土壤的作用 这个极致枕能用多少年 对啊 这个就是 正常呢 你可以用两年三年都行 假如要说 我们要种这个极致枕 极致枕这个 极致枕多少钱 成品是多少 我们能不能游汇啊 这个根据这个需要量 是吧 还有根据这个面积量大了 这就价格就便宜 量小了你就 就是你发不过去货 就很贵 进来看 来 从现场的情况看 农民们担心的问题 还是价格偏高 害怕难以收回成本 农民都反映价格高 我们也很矛盾 原因呢 是这个栽培枕里边啊 一定要拥有部分 进口的草态 对这个植物的生长 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它这个制换能力很强 转化能力很强 所以是 它的成本很高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 它需要量比较大 所以它不是因为单价高 是因为用的量大 成本高 参观已经过去了好几天 可是并没有农户 愿意使用机制图 光有好技术 却无人问津 着急的老冯决定 从降低价格想些办法 我们的技术 应该是配套的 全套的 大苗机制 这个机制供应 我们可不可以成本加供应 然后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苗 我们也是以成本加供应 然后算这个账的话 反过来 我们给农民包收产品 几价勃收 几价勃收算过来 就是说 我们就比起来 这些事也要比 其他要用方式 要更划算一些 可以用苗推机制 用我们机制种植 免费送苗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方法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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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机制 送苗子 然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水费配套 水费配套呢 也没多少钱可以赦给他 我们跟他签进这个报交合同 然后这个钱 从这个收的这个产品里面扣除 行了 咱就这么定 行吧 同志们 这项成果 要是把它锁在抽屉里 对农民是不负责的 因为好多农民啊 好多种大部的农民 可能因为这个连锁障碍问题 它就返平了 要么给他免费一部分机制 要么给他免费苗子 总之就开始 让农民先进来这个门槛 我们开始 踏上追求 谈项目 谈合作 好 老赵 咱们得聊聊 哪个棚 小心 你们拍点 好好好 我那个定制一个月 一个月十天就卖锅了 你这里才第二岁才开花 两岁才开花 我感觉就是 咱们一定合作过 叫机制再培了 还有恢复到土壤 就是个退步 远离了高收入 就是我们探讨过了 就是我们给你买机制 这个我们送苗子 送大苗 50天的大苗 你只要是按市场价格 给我们产品 苗子钱就送了 这两个农户 老冯已经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 在不久前 老冯为了把自己的新技术 快速推广出去 曾经免费给他们栽培机制使用 但在经过两查收获之后 这些村民却拒绝再使用机制 而是换回了原先的土地 来继续种植 我们这一项新的成果推广 在农民没有认知的情况下 你必须赠送给农民 否则农民不用 我的苗子要送给他 他省了钱了 再一个他四叉的耕地费用 他节省了 四叉的有机费的费用 他节约了 综合起来 他的头颅产出比是高的 回收是高的 最后就能认我的账 我有信心 你这种按摩的风险太大了 弄活的风险太大了 你看特别刚才说 既只来按摩 既只按摩一摩天 现在无论中不中 按摩现在已经把一万多 就透进坑 按摩现在就像 现在跟这个相比 按摩只一差 现在没有准 按摩只一差 现在也就是个 两千五千左右 成本是两千五千左右 省至三千高一点 三千 我们就算三千五千 这现在一万二年 高一万四倍了 这是实话 这是所有农民 都是这种箱子 不单单代表 水都种 这个都是理由最大化 在家后期 万一这个东西 加个区间 这有八多年 一块钱称了 五毛钱了 咱们现在承受不了的 就是那个机制土 现在机制土如果是不收费 咱们就能行 或者是在适当减掉 也不付 它们以前跟我们合作 就是机制 咱们不花钱 苗款有农货来承担 这个 这不付 这个能值得 现在的农货 这边普遍都是这种现象 它不会考虑 都是说是 因为我们这个模式 因为也是刚开始推 你说的再好听 农货 它毕竟它没种过 它对这个是忙着 它不知道 它对后面 就是能给它的产收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它不清楚 它是有顾虑的 所以它还是 就是比较 比较就是 有点这个 接受不了 你那个朋友闹不闹 我只想闹的 前车就是你的机制 太贵 按币融销 那这个事儿 今天也不订呗 订不了 订得越来越不订 越来越不订 好 这个成本呢 我们一直也在试图 降低 降低再降低 就是 我们降到了 很微薄的利润 我们实在让不动 就觉得 投入那么多的资金 这个成果 可能就血本不贵了 新技术推广又失败了 这也让原本充满信心的老冯 心情低落 带着满身的疲惫 老冯回到家中 西湖市让你炒鸡蛋 看看怎么样 西湖市 豆腐炒 大葱炒豆腐 大葱炒豆腐 妻子不放心 年近六行的老冯 独自身在异乡 每隔几个月 就会从山东老家 过来看看 今天算不错 你怎么想起给我带煎饼来的 这会儿 你不是愿意吃吗 一个吃醋粘 这是一个好处 特意给你买的 醋粘的 超市的 好 好长时间没吃煎饼了吧 我这会儿来就端着煎饼了 正好你带来 它很小 很好 一心一意不在工作上 家里的事什么事顾不上 因为老人生病了 他根本顾不上 当初他来宁夏的时候 肯定家里都不愿意 这么大年龄了 老母亲也年龄大了 待这边就重新开始吧 重新创业 他那个性格脾气 干不成事 他不罢休 有一次那一年 还是从大棚上摔下来了 摔下来以后 锁骨给断了 锁骨断了 就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 担心家里 担心嘛 没给父母说 没给老人说 第二天叫我来的 接着坐飞机过来 过来以后呢 就是不干了吧 这就算了 咱也不愁吃不愁喝了 起码是什么 自己来说 他不行 他心心言而的 还是要把这个事 做下去 把这个事业 自古就是叫 忠孝男一双全 你热爱着国家 你为国家要做出 更大的贡献 你家庭的这个 孝导 你可能就尽力少 就像军人一样 是吧 我们有好多科学家 你包括南极 北极的考察 你有多少科学家 也都是几年不回家 你过去那些 两难一心老专家 是吧 几十年都 这个隐形埋名 所以就是 你做这项工作 你要有使命感 曾经失败的回忆 激起他的斗志 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的花铁路 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 冯夕红如何让村民 接受自己的新技术 欢迎继续收看 三农群英会 来自家人的关心 和压在肩上的责任感 让老冯重新燃起了斗志 他回到了 刚到宁夏时工作过的地方 这里尘封着一段 让他难忘的往事 2005年呢 我在这里 发展了500亩西瓜 农民出地 出劳动力 我是负责出钱 出技术 前期非常好 到西瓜 拖腰盖着做瓜的时候 树瓜不及时 最后结果导致 70%的西瓜 达不到商品标准 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的西瓜 我的华铁路 就是我来宁夏 马上要到20年了 这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痛 我很希望在我退休之前 我把这块土地上 再做出点亮点来 给这个村的老百姓 一个交代 给我自己的这个 叫农业技术推广的人生 有个交代 自从上次失败的经历之后 这还是老冯在宁夏 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 但这一次 也同样没有让老冯消沉 他重新踏上了 为新技术找销路的旅途 延检地 因为这是19年树立的 洪丝浦区延检地农艺改良技术示范区 说明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我们宁夏 著名的延检地 这一次 他找到了一个周边延检地 很多的村子 既然农户普遍反映价格太贵 那么想要把自己的新技术 推广出去 就需要找到一个 可以让别人接受 这个价格的理由 老冯在这里 发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觉得这片 这个地一共是多少磨 50亩 对 这是计划是建大棚的地 是50亩是吧 对对对 这都是经过已经改良过的是吧 对 这块原来没有延检 这块原来就没延检 这没有延检 因为它的这个地势是南高北低 南高北低 所以它的这个大水漫灌 它的水是从高瓦滴流 它把土壤中的减缝一直洗掉 洗到那个滴派地势 我们北边的那块就是延检地 我们从当时考虑就是在我们村庄的北侧 建设21座大棚 当时也是为了留住民宿旅游的客人 然后在这采摘 通过采摘留住客人 调研我看完它的现场以后啊 我就觉得几千亩几千亩的延检地啊 如果把温室建到这里 能增加农民收入啊 就是我作为一个科研人员 就是我到哪里都把我的科技成果就介绍到哪里 原来这个村子正在建设21座大棚 但是村子周围 延检地面积太大 如果治理不但费时费力 成本也很高 村里正苦恼如何解决 经过老冯的展示和讲解 村里人终于认可了他的新技术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呢 就是已经经过了多种实验示范 希望能跟你们合作 就是让满足你们这个旅游的需要 这叫民宿 就把大家在这里住在这里 吃在这里 我们有信心能跟你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采摘在这里 此前在村里人眼中 价格太高的新技术 要是用在这里 则比起治理延检地的费用 要少得多 四万件工具 这保温材料是也不存在问题 它是用的那种新型的保温材料 冬天最冷是多少度 最冷 一月份 一月份可能达到七八度吧 七八度那就可以了 白天的温度计划在十七八度左右 它这个外面 这里面这边还有一个它到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啥 就是专门一个新型的那种保温材料 对可以通过那个就是这边把热量吸收好 然后晚上它可以发热 对对对 对就相对温差就比较小一点 行这个就是自动自出没问题 正好你把你们的技术好好给我们指导 我们得到你们政府的认可我也觉得挺荣幸的 把大鹏降到北侧之后呢 充分离预了咱们的盐检地 最后也是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皆大欢喜 一方面是减少了我们村积体支出的一个成本 另一方面是农户的土地留下来了 这个时代 这个国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加重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记得当时袁隆平老先生 给我亲自提了两段话 一段话呢是发展民族种业 振兴中国农业 还有一段话呢就农业型则国型 农民型则民型 定管我六十岁了 现在赶着着我 用更大的热情来投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来 我就说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干到七十岁八十岁也不停歇 小车不倒置管车 永兴村严检地上的二十一座日光温室 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老冯的新技术推广 有了良好的开端 将来他还要努力说服那些 曾经拒绝自己的农户们 用自己的成果 帮助他们得到更多的收获 欢迎收看由政大冠名的三农群英会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